团队 不饭 动物猛伴 瓢虫 瓢虫 打开双翅 轰隆隆隆 探险游戏 我喜欢 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奇遇 在游戏的过程中 你们会跟随着瓢虫棋子进入一个个秘境 好了 慢慢享受你们的探险之旅 来吧 正式开启咱们的探险 好的 我来拍第一下 前进四步 和和 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 学成语了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 猫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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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我们将来的春节举办书法交流大会 我们将来的春节举办书为生销首 春奶碎时仙 你写得真好 毛毛不是也报名参赛了吗 让你们看看我刻苦练习的倒立书法 好大的笔 笔墨纸燕被中国古代文人称为文房四宝 可见这笔墨纸燕对于写书法多么重要 咱们用的纸都是上好的宣纸 燕太都是最坚硬的石料做成的 还有这个墨也是我珍藏多年的灰墨 还有我这杆大米 是用最柔软的马尾毛制作的 正好施展我的书法功力 这笔太大了 废墨 新鲜 接一点墨 不好意思 墨汁不够了 我这儿还有 我这儿也有 我这儿也有 我也有 太好了 这下可够用了 完蛋了 毛毛 别灰心 你还可以重新写吗 可是没墨了 你还有墨条吗 没有了 这些都是我珍藏多年的墨条 我都拿出来用了 我有办法了 这是古人的一句诗 是墨出青松烟 对 意思是 松树的烟可以制作出墨来 咱们现在就在松林里 松树就是做墨的材料 让咱们开始吧 大功告成 好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为闯关成功 我先说 我先说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克服重重困难 写出漂亮的书法作品 我觉得这个成语应该是百折不挠 这个 首先百折不能 咱们以前就猜过了 其次 这个故事的重点也不是说你写书法 不是吗 我又自作多情了 倒也不是你自作多情 可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说我灵机一动 想出来的方法特别棒 得了 我看你也够自恋的了 咱俩肯定是进入了误区 越猜越不对了 这样吧 条虫先生 我们实在是没有头绪 这些提示吧 好的 我给你们十个汉字 请把正确的四字成语挑选出来 以 人 地 旧 取 帽 我看出一个成语 以帽取人 对 我看出了另一个成语 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以帽取人 呵呵 我觉得应该是就地取材 你来 要不要拿到序下来 你要可以拿到序下来 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票虫先生 就地取材对不对 恭喜你们答对了 耶 太棒了 就地取材的意思就是在身边找到需要的材料 不依靠外力 方便快捷的解决问题 在这个故事里 和和因为看到周围都是松树 想到了用松烟就能制作墨 才及时帮助毛毛完成了书法作品 和和 你确实很聪明 也是当时《莫出轻松烟》的那句诗给了我灵感 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咱们野餐没带水果 新兴果果就是在附近摘了草莓 苹果和香蕉 做了一个水果拼盘 也算是就地取材了 是的 看起来吃的东西更容易就地取材 说起吃 说起吃 我们的灵感就特别多 谢谢你 苹虫先生 又交给了我们一个这么棒的成绩 就为待我了 我的运气一定不差 前进七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后退一步 和时间赛跑 获益动物档案 线索不断浮现 真相越来越近 调动知识 开动脑筋 猜猜它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 猜出它到底是谁 就算成功 可以继续前行 否则就要接受惩罚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和小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 看谁能先猜猜它到底是谁 开始 它 体型肥胖 毛 又乱又厚 尾巴特别短 短到你看不见 呵呵 这听上去有点像你 好好往下听 别老是开玩笑 它 是个瞌睡虫 每天要睡二十个小时以上 它 我说是你吧 瞌睡虫 我每天才睡十个小时 是它的一半 它 生活在树上 几乎从不下地喝水 看 不是我吧 它生活在树上 你不是也喜欢爬树吗 喜欢爬树和生活在树上是两码事 再说 我可不是从不下地喝水 刚出生的它只有三厘米长 六克重 像一个带壳的花生一样大 没错 就是你 你们熊猫出生的时候不是就很小很小吗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是不大 但是也没那么小啊 怎么也得一百克左右 那会是谁呢 嗯 谁呢 它 非常挑食 只吃一种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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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营养够吗 我好像想起来了 就在嘴边 它 拉出的便便是方形的 便便是方形的 就在嘴边 你赶紧的 什么便便 就在嘴边 听起来好恶心 好了 开始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抱歉 你们失败了 所以你们必须要接受惩罚 在接受惩罚前 怎么也得先把答案告诉我们 它就是树带熊 小伙伴们 你们猜对了吗 树带熊又叫考拉 它是澳大利亚的国宝 也是澳大利亚奇特的珍贵原始树气动物 它虽然叫树带熊 但是它根本就不是熊 树带熊妈妈有哺育宝宝的带囊 所以它们是有待目动的 别以为考拉一天能睡二十多个小时 生活如此惬意 但能睡这么久 其实是因为吃的不好 它们只认安树叶 就是安树叶 而且它们还要再跳跳 全球七百种安树叶只吃其中的三十种 算得上最挑食的动物了 考拉 刚才确实就在我的嘴边 一紧张就答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 你们接受惩罚吧 一二三 冻成冰棍 冻成冰棍不许冻 三个小时 嘿嘿 跟完我了 前进四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五四 一二三四 这是小福 他是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他喜欢到世界各地拍摄各种动物 如果你想拍动物照片 要找谁呢 当然是小福 拍了一天照片后 小福要睡美容觉了 什么声音 奇怪 听上去像是从地板下面发出来的声音 嘿 下面安静一点 我要睡觉了 天呐 我的邮件 小福 你的任务是去拍摄世界上最小的企鹅 好吧 我有任务了 等我回来 我要找出是谁发出的噪音 出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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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能看到他们回家的样子 我觉得我应该安在那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哈 企鹅来了 注意 过来了 企鹅来了 大城市里的小蓝企鹅真酷 小蓝企鹅 小心汽车 小企鹅 企鹅爸爸马上就要到我家了 在门下方 穿过草坪 来到房子底下 我的房子底下住着企鹅 你知道企鹅爸爸忙了一天捕鱼之后回到家 发生了什么吗 他说 嘿 宝贝 我回家了 我能听到你说话 小家伙 欢迎回家 我能听到你说话 该拍照了 任务完成 我现在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哦 不 不 这回该我了 前进一步 前进三步 好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 一个路口 分成两叉 慎重选择 按钮有仨 二 三 四 红色和绿色这两个按钮 代表你们眼前的两条路 按下红色按钮 矿车就会沿着红色铁轨前进 按下绿色按钮 矿车就会沿着绿色铁轨前进 现在这两条路都被浓雾覆盖着 其中一条路沿着出口 可以让你们顺利通关 另一条路 连着一堵墙 代表闯关失败 一会儿会有动物朋友来讲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要提一个问题 再给出两个答案 明白了 红色按钮一个答案 绿色按钮一个答案 我们觉得哪个答案对 就选哪个 没错 正确答案可能在红色铁轨这边 也可能在绿色铁轨那边 中间这个蓝色按钮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按钮可重要了 看完故事之后 准备做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们记不清楚刚才故事里的内容 可以按下这个蓝色按钮 选择故事中的某一段重新看一遍 太棒了 太难了 游戏有点难度才更好玩 我还有下半句没说完 答对出斗 答错要罚 祝你好运 谜题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 来吧 请出题 别着急 今天来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动物朋友 你们都特别熟悉 就是不起眼的小蚂蚁 小蚂蚁 小蚂蚁 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蚂蚁 对 好像到处都能看到小蚂蚁 他们还不怎么怕人 没错 人类孩子对大自然的观察往往也是从蚂蚁开始的 小时候谁还没看过蚂蚁搬家蚂蚁打架呢 对了 你们都见过蚂蚁搬家吧 见过 有一次我在树干上看到好多蚂蚁排着队往上爬 好像还搬着一些东西 那可能是要下大雨了 我记得有一本书上写过蚂蚁对空气湿度特别敏感 真的吗 好玩 下次我得好好观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蚂蚁一搬家就下大雨 蚂蚁搬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我们来听听蚂蚁自己怎么说的 有请 嗨 大家好 我是蚂蚁 说蚂蚁一搬家就下雨 这话不太准确 你们平时看到的蚂蚁搬家有可能只是在搬运食物 只有当巢穴遭到严重破坏 或者抵巢附近食物和水不够了 或者旧的巢穴容纳不下蚂蚁居民了 我们才会集体出动 排着长长的队列搬到新的地方去重建家园 这几只正在搬家的蚂蚁 在搬运一些白色的东西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会不会是蚂蚁家族的食物 有可能 那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大米 肯定是食物 刚才蚂蚁自己也说了 咱们平时看到的蚂蚁搬家有可能只是在搬运食物 这不就是食物吗 很有道理 小蚂蚁 我们猜对了吗 猜错了 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是刚从卵里孵化出来的小宝宝 这些小肉虫子还没法照顾自己 化涌之后才能变成蚂蚁的样子 问题来了 蚂蚁搬家时带着的白白的东西是什么 红色按钮 蚂蚁家族的小宝宝 好 绿色按钮 蚂蚁找到的食物 请选择 计时开始 飘虫先生又给我们送分题了 蚂蚁搬家时带着的白白的东西是蚂蚁家族的小宝宝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红色按钮 公布答案 蚂蚁会搬着白色的幼虫行军 红色按钮选择正确 祝贺你们 成功了 姚虫先生 再见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 再会 字幕制作者 女朋友 让我考古你 可别闹脾气 让我了解你 他分享小秘密 Together Together We Ar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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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ogether 好伙伴我和你 好伙伴这是情 好伙伴在一起 高国败不分离